韩国演员李敏昊一直备受中国观众的喜爱 而他接拍《中韩河》拍片赏心猎人的消息 也让粉丝兴奋不已 该片将于7月1号与观众见面 日前李敏昊接受了电影频道的专访 荧幕男神不仅大秀中文 还笑称很喜欢大家称他为长腿有霸 大家好 我好久不见 我是李敏昊 哦 太棒了 除了会介绍自己以外 有没有学一些更深刻的中文 哦 没关系 等一下 小光 谢谢 城市猎人 继承者们 江南1970 众多影视作品的热播 将李敏昊带入中国观众视野 集聚的较高人气的李敏昊 好于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在中国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君朗的五官 完美的身材 一直是李敏昊得天独厚的优势 粉丝也因此赋予了他许多的爱称 像欧巴或长腿欧巴 还有帅气 还有萌 还有男友力 这些词你比较喜欢哪个 从中国来到中国的时候 那个《长腿欧巴》 《龙大利欧巴》 这个名字是最后 最后的名字是最后的名字 是最后的名字 所以 所以 我听到这些词 我感觉到这些 有点男性的感觉 话说在城市猎人江南1970等影视作品中 李敏昊帅气的动作戏一直非常抢眼 而此番到了电影赏金猎人中 他在动作戏份上还会有很大的突破 尽管芯片中既有颜值又有动作 然而李敏昊却宁愿把颜值担当拱手让人 其实要说到这部戏当中 我们应该说你是动作担当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算颜值担当 到底应该算哪个呢 那颜值担当是谁呢 在电影赏金猎人中 李敏昊与钟汉良 唐烟搭档起来 可是默契十足 即使语言不通 在拍戏过程中 他们依然能很好的领会对方 拍戏的话有时候翻译 他没有办法把你们 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去传达到 那你们是要靠一种怎样的默契呢 一旦是大本的基本条件 虽然第一次出演中国影片 然而自从拥有众多中国粉丝后 李敏昊对中国一直未感亲切 采访最后 李敏昊不忘特别感谢中国粉丝一直的支持 谢谢你吗 我爱你吗 谢谢